我是一個少數民族 初初來香港其實不太懂得說廣東話 我又照顧小朋友 是不能出去的 有時候我先生是沒有公開 我就換一些兼職做的 幫完洗碗 或者幫完汁頭汁味 疫情這段時間 就洗肺比較多 好像我先生不能上班 也是在家裡吃飯 我星期五在這裡拿了東西之後 就減少了很多支束 對我們的家庭有很大的幫助 送平板電腦 其實對我們的家庭來說很奢望 很多小朋友上網看功課做功課 那時候我很開心拿到電腦 之前沒有電腦的時候 找學校或者找其他借來看的 很開心 媽媽你買了給我 我說不是有些哥哥姐姐 捐出來給你的 所以你就要用心讀書 這個疫情 有時不能出街 混著在家裡 跟小朋友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長 有些不開心的事 我又不想告訴家人 不知道找誰聊天 朋友之間有些事都不想說 有一次我朋友介紹我 你信一下耶穌 有什麼事不用擺在心裡 收起來就摸完就知道 而且你很辛苦 說出來就會放鬆很多 還有說出來耶穌可以聽到的 就慢慢跟朋友來到幾次之後 看到這裡的姊妹 兄弟姊妹都很親切 神幫助我很多 認識了很多姊妹 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不開心 大家一起分享 他們都很樂意幫人 現在是在那裡 都很熟悉 我會不會去 都會不會去